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猫爷不明白的是 在现代社会 每个人都可以用双手与头脑来赚钱 为何还会有很漂亮的女人自甘堕落 靠出卖身体来谋生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 在这里 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 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漂亮的女孩都会下海 东莞严查曝光之后 女孩们转战深圳 如今深圳有严查打击 不知下一站又将是哪里 为了让大家更明白 猫爷拿一个类似的群体 夜场女公关来为大家解答 首先第一点 男女公关在伺候对象这件事上 有着很大的区别 男公关面对的是富婆 这个群体大多数都是婚姻 爱情上的示意者 需要在欢乐场 寻求心灵上的安慰 更多的是需要陪伴和交流 而女公关面临的是中年男子 这些人与富婆最大的区别在于 他们通常有个幸福的家庭 出来寻欢纯粹是一种欲望的发现 很多人想知道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 是怎么说服自己去伺候这些老男人的 猫爷也是在最近看到了几个夜场女孩的微博 才一目了然 这是他们主业的一些信息 年纪轻轻就靠着这个职业赚了不少钱 简介更是直接 也许 这就是这个职业背后的动力 就看这份挣钱的速度 猫爷 我都心动了 但一般人还真的做不来 比如 2022年大学的毕业生人数 已经达到了967万 大学生小岳作为其中一员 自春节过后便日渐胶着了起来 如果这几个月还落实不好工作 那只能面临毕业及失业的结局 然而 在汹涌的毕业大军中 作为一所三本院校舞蹈系的准毕业生 小岳没有丝毫的竞争力 连续面试了几个教育培训机构 也参加了多次事业单位招考 结果都不如人意 不是他嫌对方开出的 四五千块的月薪有点低 养活不了自己 就是人家嫌他 学校不入流 专业不对口 直到有一天 他在招聘网站上看到一则启示 高端艺术培训机构 招聘应届毕业生 要求性别女 形象好 气质家 身高168以上 艺术院校生月 舞蹈专业优先 适用七月薪一万元起 包食宿有无限一斤 这是小月看到的 最有竞争力的招聘启示了 最关键的是他符合全部条件 于是便毫不犹豫地 打了招聘老师的电话 对方很是客气 告知三天后 统一在大学城附近的一个宾馆面试 到了面试那天 小月早早起床 来到面试的宾馆 此时会议室门口 已经有七八个人在等待了 都是二十多岁出头 受过四年专业艺术训练 身材高挑 又画着精致妆容的女孩 自带光芒 引得路人频频侧目 面试过程很简单 对方先是召开了一个集体说明会 很有诚意地介绍了 培训机构开办的时间 雄厚的实力 以及未来可以提供的保障 培训机构还提供了实习机会 如果论文已经写完 学校没有别的事 可以先去实习 与正式员工一样同工同筹 小月和另外一个女孩 正好没事 简单收拾了一下 就随着培训机构的人员 一起驱车走了 在路上 培训机构的老师们 便慢慢和小月聊开了 所谓培训机构 就是位在酒吧上班的小蜜蜂 提供形体和声乐训练 这个月薪只有四千 但要是愿意每晚去做一会小蜜蜂 保证月薪一万以上 两个女孩再三确认 小蜜蜂只是陪着喝酒 协调气氛 不需要提供别的服务后 决定还是尝试一下 小月很快便适应了这种 咒服夜初的生活 在度过了十几年压抑的校园生活 和艰苦的专业训练后 她很享受 每晚在光怪陆离的酒吧中 肆意放纵的时光 也渐渐习惯了 与各色男人打情骂俏 推杯换盏来换取更多的提成 其实夜长女也有一部分 曾经尝试过其他职业 但最终都放弃了 原因无非有两个 赚钱的她干不了 自己干的不赚钱 更重要的是 在他们眼里 自己的美貌和身体是很值钱的 是变现的工具跟学历文凭 人脉关系一样 可以借着向上爬 谈恋爱 组织家庭 在他们看来就是免费跟男人同居 等于把一堆黄金送给别人 还有一点就是 在灰金如土的夜场 一切都是明码标价的 自己在里面也跟着生生指 素本求援 这些生存逻辑的源头 跟他们曾经无碍的童年 是分不开的 愚钝的母亲 暴虐的父亲 双重地打击下 最需要爱和安全感的年龄 都是在恐惧和不安里度过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会产生这样的生存逻辑 贩卖美貌换取金钱 通过物质上的积累 以此弥补常年极度缺乏的安全感 至于为什么不像普通人一样 找个靠谱的男人 成立自己家庭 找到一份归宿 这是因为 在他们内心深处 早就已经不相信爱了 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好吗 男人最喜欢做的两件事 拉梁家妇女下水 劝青楼女子从梁 而有些女人 也有两件喜欢做的事 和小痞子谈恋爱 拉老实人做备胎 所以猫也想 他们或许是还没有找到 那个老实人吧 站在山脚上 与站在山顶上的人 看对方都是一样的渺小 环境不同 经历不同 三观不同 难以理解 也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能真实地反映 女孩心理裂变的过程 猫也就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吧 她 明小雨 身高162 相貌娇好 身材风雨 父母是勤劳朴实的农民 三观正确 为人沉稳 是个不错的女孩子 重男轻女的思想 导致她中学退学 不愿早早嫁人的她 外出打工 工厂中辗转 期间也有男同事对她好 可是她不满意 这样流水线的体力工作 更不会喜欢上这里的男孩 或许可以理解为是虚荣心 也可以是女孩的白马王子梦 两年下来 她将所有工资都游寄到家里 但父母依旧催促她回家结婚 为的是高额的彩礼 可以理解 她还有弟弟 要上学 结婚 毕竟农村就是这样 收女儿的彩礼 给儿子来娶媳妇 女孩都是有梦的 小雨也一样 她向父母承诺 会挣够彩礼钱 心有不甘的她 一心想多挣点钱 听说去娱乐场所 当服务员工资高 她就去了 其实 当她一走进去 就知道这是不好的地方 她只是在旁边站着 有经验的拉皮条 一眼就看穿了小雨 打量了一下 服务员工资2500 包持住 小雨就这样踏进去了 环境是可以改变人的 85%的人受环境的影响而改变 只有15%的人意志力超强 惊得住皮鞭拷打 而不背叛灵魂的 小雨起初的三个月 是勤勤奋奋地做好本职工作 目睹一个个不如自己漂亮的女孩 来钱那么容易 她只是羡慕 在这样的环境下 小雨认识了男友张 分享了人生中的种种低词 她清晰地知道了 那些女孩们是如何来钱的 后来男友离开 原因小雨也说不好 猫爷认为张就是个骗子 只是玩玩而已 女孩子是经不住寂寞的 尤其是有梦的漂亮女孩 后来遇到男友刘 再到后来的男友王 结果都是不欢而散 现实就是这样的 在那样的环境之下 是很难遇到好男孩的 尤其是小雨这样的性格 没有心机去结识 可以改变她命运的人 第一次当小姐 小雨说 当时决定很轻松 就像决定中午吃什么饭似的 没有痛苦 也没有被人强迫 拉皮条的说 有个男生看上我了 当个朋友怎么样 我说好啊 其实我也意识到了 会发生什么 小雨进了包间 笑了笑 很自然地 就坐在了那个男生的旁边 然后就喝酒 头晕了 那男生就扶着她说 去包间躺一会吧 事后 拉皮条的给了小雨500元 小雨也说不好 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好像天天见 自己也就不陌生了 后来小雨也不觉得耻辱 反而还进入了小姐排名的竞争中 觉得自己每个月做台少 就丢人似的 为了争排名 各种打扮 各种学习 不仅没有底薪 还要每月交给经理一千元 她也乐此不疲 看到小雨这样说 猫爷都很后怕 环境的选择太重要了 否则孟母怎么会三千呢 小雨挣得越来越多 在外也租了房子 晚上各种声音 她说那都是满足客人的心理需要 至于父母那边 小雨没有说太多 可是很明显 家里一边花着小雨的卖身钱 一边嫌弃着这个女儿 很可悲的小农思想 后来 小雨像所有小姐一样 村前成了弥补内心的安全感 她不断地出台 为了排遣寂寞 还扬起了小白脸 听到什么城市发展好 立马就回去 小雨常说 男人骨子里都一样 都挺恶心的 为了发展 我离开了这个城市 我不想说男人好与不好 我只想说 女人要靠自己 不要把命运交给他人 小雨的每一步路猫爷 都是刻意理解的 同情谈不上 她有选择 有拒绝的权利 没有人强迫她 她只是不想回到之前的穷苦地方 如父母一般的辛苦劳作 但又无法融入到城市中 没有贵人 没有幸运 没有经得起寂寞 没有付出心情 没有超强意志力 一个单纯的女孩 就这样堕落成风俗女 原因很多 一个想过好日子的小女人 却不能如愿 如果你幸运 就要感恩 好好珍惜 如果你心中不平 不满抱怨 你就想想小雨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精彩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